祖孫館 民國110年11月左右 中正區祖孫館受到樓上黎明活動中心火災 導致漏水的影響 修館一年多逐步完成修繕 終於在今年5月25號重新開放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長楊玉鑫 以及市議員張浩漢和呂美玲 和中正區長郭鴻章 以及沙子里長陳俊宇 親自到現場和大小朋友們同樂 也宣布這個好消息 從今天起呢 我們祖孫館又重新開放了 再經過了一年多 有火災有房屋結構安全 然後也有漏水的問題 經過了我們好多議員 還有區長的努力 今天再一次開放 歡迎所有幼兒們 兒童6歲以下的 還有65歲的長輩 我們可以一起帶著孩子 來到我們的祖孫館上 課程體驗好玩的活動 最重要的是我們基隆呢 會努力的來開放更多的空間 讓下雨多雨的這個天氣呢 也不會阻礙我們親子的活動 歡迎大家一起來玩 即將在今年年底 升格當爸爸的市議員 張浩漢對於祖孫館的重新開放 更有著做爸爸的喜悅和期許 那真的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大致上都完成了 那我們接下來也會繼續的來優化 我們裡面的環境 那也希望說也鼓勵大家 有這麼好的場域 那我們大家就多積極的來利用 讓這個地方能夠真正發揮 祖孫館的效果 那我想除了祖孫館以外 我們議會其實也很努力的 在做所謂的兒童遊戲場的一個爭取 在今年十月 我們專政公園的兒童遊戲場 也即將改建完成 而當慈母已經很久的市議員 呂美玲更認為 美一區都應該要有祖孫館 因應現在少子化 以及超高齡化時代的來臨 在祖孫的這兩代當中 他們的關係更密切也更好 尤其我們因為有祖跟孫 能夠有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然後讓他們能夠在這裡 聯繫感情以外 我們讓中間的這一代 可以在外面無後顧之憂的去打拚 讓家庭生活更好 讓這個社會更和諧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要推祖孫館 也就是清勞館的政策 祖孫館內部每一項設施 都是專門為六歲以下幼童和家長 以及65歲以上的銀髮族來設計 社會處長楊玉欣特別感謝市議員們的關心和支持 讓祖孫館完成修繕重新開放 也呼籲大小朋友們一起來祖孫館 享受親自時光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道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道